二位随意 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也可以 真的可以吗 我请你们来 自然是把你们当成朋友 朋友来玩 当然是开心的意 这 哦 你的消息很灵通啊 因为连双双先生都在说 因为那面墙上记录着黎月的秘密 商人对秘密总是充满热情 但旅行者 黎月的商业秘密对你来说并无意义 你很特别 你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吧 如果可能 但假如要你 在我和克勤当中 选择一个更值得信任的人 你会选克勤吧 这种程度的直觉 我还是有的 我原本觉得过刚一辙 以她那样的性格当上七星 有些事还需要我在背后打点 但在她说出 现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如果连黎月七星都不敢正视这一点 那黎月的未来要怎么办 我心中的一些疑虑 倒是被打消了不错 不错啊 我不否认帝君的逝去 看似对七星有利 但为了黎月 我也不能被七星篡位的流言 束缚住应有的行动 看来你从刚才开始 就已经完全明白我要说什么了 我下令封锁消息 藏匿先提 一来是为了暂时稳定局面 二来也是为了避免 在蒙德发生过的那种事 愚人仲介帝君之死 已经有了太多超出外交底线的暗中行动 我身为对黎月负责的天权 对抗时也顾不得姿态优雅了 批准宋仙典仪的筹办 也只是为七星全面接管黎月 争取一些缓冲上 果然和钟离说的一样 七星提供了仪式场地 只是因为可以利用我们达成自己的目的呢 对了 但说无妨 听说送了街面里的客人 都能得到一些好处 那我们有份吗 没关系 我很喜欢直白的人 最近这段时间 麻烦你们的事情也算是不少 这样吧 作为陪礼 你可以从我这里任选一件喜欢的东西带走 好 就等着这句了 我早就想好了 我想要的是啊 那面墙上的纸片 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要是 要是没有撕碎的一整 去挑一张吧 要最大的 忍真一看 根本不用挑嘛 最大的一张笔记就定在最显眼的位置 好 就选定这张吧 来啦啦 先来看看上面 哦 这里有个圈出来的地点 难道是 百无 禁忌录 什么什么 于言重 研究 复制 嗯 好像 不是宝藏 这张纸上写的 是于言重对百无禁忌录的秘密研究 被七星布下的眼线发现了踪迹 嗯 宁光刚才说 言重在黎月暗中做了很多坏事 但研究百无禁忌录 说起来 百无禁 诶 是这样吗 那 那我 哦 原来你的意思是 越是不能全盘精细凝光 越是需要亲自去印证一下凝光的说法 嗯 不管了 就照你说的 先行动吧 在去迪花州找钟离之前 我们先去这份资料里说的地方看看 于言重是不是真的在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搭 且 我去迪佈欌 你看 我马上 决定了的话也不用问我 直接拿走就好 然后就在群裕阁坐一会儿 逛一逛吧 旅途当中的休息 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别这么客气 请 优优独播剧场 无论什么 冒险还是做生意 机会都稍纵即逝 我无可奉告 怎么 挑完了 然后 就在群裕阁坐一会儿 要走了吗 也好 希望我们下次相遇时 你已经做了正确的事 或者将要做出正确的选择 再 Acho 真正确的事 来打听商业惊报 是我无可奉告